花園 巡打時間三十分鐘 主席 有請張院長 請張院長 好 張院長 我站好 張院長 對待這些受災的市民朋友 張院長用同理心的方式來看待 無形中來做比較 對於國道收匯員這個一個爭議的大事記 我想從國道收匯員裡面 我們看到了這兩年 他們不斷的抗爭 他們不斷的訴求 他們不斷的希望政府部門 能夠協助幫助他們 在國道展為e-tech的 讓他們喪失了工作權 讓他們合以為家 這個抗爭 我們從1997年開始 當時政府大概就決定 要把國道的高速公路開放 開放的過程當中 到2013年 其實這整整有九年的時間 八年的時間 但是對於這個政策 公共的政策 政府並沒有對於這些員工做好 先前的組織 或者安置 到了2013年的12月30號 就結束了他們的工作權 也造成了這些國道的收匯員 這麼多兩年來的一路的抗爭 那我想不管在總統大選的事 國民黨的候選人也好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他們都有親口的答應 對於國道收匯員 不管他們的轉制安置就業 或者專案小組 處理他們的一個專案小組 對於他們的之前會的計算方式 都有答應承諾要做處理 我想這兩年來的一個大時期 我想院長應該也看得非常清楚 從1997年交通部開始研究ETEC 到1998年開始測試ETEC 到2006到2013年的12月29號 隨即大量解雇了這942位的工作人員 那這一段期間 大概整整有一千一百八十六名的收匯員 遭受了不當解雇 我想請問院長 這個案子你了不了解 我只能說 我開始注意這個案子 是我接任副院長以後 其實這段期間不是很長 所以了解的比較片段 院長沒關係 院長對於國道收匯員的整個過程當中 還有所不了解 或者說交通部所提供的相關的資料 確實讓上面也有所誤解 以為安置好 以為這些國道收匯員 其實他們是無理緊鬧 他們是貪得無厭 用這種不對等的訊息 給行政部門 造成了這些國道收匯員 急急地走上街頭 甚至在國道造成了高速公路 差點讓高速公路癱瘓 我想這些動作的一個表示 其實在去年的 也就是去年兩個月前 12月30號其實桃園地方法官 他就已經做出了一個判決 他的判決書裡面寫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針對於政府的法治的要年資 就是針對以為這些的國道朋友是要年資而已 其實交通部為了促成眼通公司 能夠達成公共任務的工具 多所協助私人地位的遠通公司 推動他的計畫 反而容易實際平衡多方面利益的中立立場 也因為對於國道收匯員的疏疑到料 跟反映出政府逐漸消失的公共性 那麼政府的公權力 是以公共性為基礎的話 那社會正義是其中的一個目標 然而在追求社會多數的利益的當下 也不能讓社會弱勢的底層 都受到了損失 院長你認為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對的 如果是對 那麼是不是特別請行政院這部分 能夠在責城交通部 跟眼通 針對這些國道收匯員的安置就業 或者他的年資的計算 能夠重新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來對這些眼通的這些勞工朋友 能夠有所一個交代 是不是容許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兩三年來 交通部也好 跟高公局也好 那麼其實有成立一個所謂的關懷小組 那這個關懷小組裡頭 就成為委員剛剛所提的 我們盡量把所有的工作機會 甚至包含交通部本身所屬的相關的事業體裡頭 把相關的工作的機會 還有服務區裡頭相關的工作機會 都完整的來告訴這些 那麼需要轉助的朋友 那也特別跟他們講 那麼提供機會給他們 但是我了解 那麼他們的訴求 其實這幾年一直在做改變 那在訴求的方式也都不一樣 那麼所以呢 在這種訴求不一致的情形之下 在我們處理的轉支過程裡頭 本來我們的這個轉支 到今年的1月 其實透過遠東公司轉支已經 這種轉支的所謂契約外的轉支方式已經結束了 但是我們特別要求遠東 因為我有看過你的書面資料 你的書面資料也特別提到 你們大概安置了百分之八十 那我想請問一下 剩下的那兩層 你怎麼做後續的處理 那前面那個八層來的 他們的對於現在的職務是不是事所 對於他們現在的工作的環境 你們有去關懷過他們不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成立關懷小組 那隨時的跟他們保存聯繫 如果他們是少數的話 這些國道的社會的製作會 他們就不會每次都有四五百個 好幾百個人一起走上街頭抗爭 我跟委員報告 那街頭抗爭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不是跟委員報 有一些絕對不是收會員 我只能這樣講 你不能說不是收會員 有些不是 因為本來勞工團體走上街頭的時候 大家就是互相踏拔 大家都既以照顧弱勢 同群弱勢也好 大家都是希望能夠透過自身的力量 就像這一次的贈災也是一樣 透過台灣人民對於台灣這一塊土地的愛 我們在協助的過程裡頭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協助的過程裡頭 甚至找出 早期 那麼對於勞動條件非常熟悉的 這些專家協助也來做協助 這一些都是非常客觀的第三者 也在協助做幫忙 但是呢 那麼他們還是有所堅持 我只能這樣說 所以我們也不斷的 現在的這種溝通關懷小組 還是繼續的在做溝通 把工作機會還是持續的告訴他們 我想請問 請問部長 當時你們有提到所謂的 7月外的交通 交通收衛員的安置條例 沒有這個時候 延長到今年的1月30號 有這樣的所謂的安置的計畫 是由遠投公司提出來 那現在是到今年的1月31號屆滿 那我們也特別要求 遠投公司把這個時間再拉長 盡量的不要把這個時間 限縮到今年的1月31號 那遠投公司也同意來 繼續的來處理這一塊 這部分特別感謝交通部 也同意讓這些的收穫員的一個安置 能夠再繼續延長 重點是在於 他們當時政府部門 其實是當時用了勞基法的第11條 認為業務緊縮 或者說是業務性質的轉換 造成他們的失業 但是在年資計算的時候 並沒有用勞動基準法 來跟他們計算他們的年資 因為他們分為人事會的收費員 跟通用會的收費員 如果說政府當下是用勞基法11條的規範 那麼請問部長 他們適不適用勞基法 我想這個我大概沒辦法回答 因為這個部分 牽涉到全國所有雇用人員的這個 所有相關的權利的問題 我剛剛特別提到 部長我剛剛特別提到 在法院的判決裡面 或者說一般的學者 當時也辦了很多公經會 不管是藍或者綠 不同政黨的委員 都針對過國道收費員的案子 在這一堂上 也質詢過部長 也詢問過院長 當時如果說是依據 交通部是依據勞基法第11條 那麼為什麼他們不能適用勞基法 是因為行政院的人士 我讓勞動部長來回答 是 跟委員報告 就是這些國道收費員 他們都是一年一聘的 就是行政院所 如果你回到一年一聘 那我要再跟部長提 如果利潮樓計法第9條的規範 所要的定期不定期去約 請問一下 國道收費員 那我要再跟部長提 從民國66年開始 1977年開始 到現在有幾年 到2013年的ET 總共有幾年 那個時候為什麼是用 定期契約一年一併的方式 如果依照勞基法第9條 它應該是屬於不定期的契約庫 部長 我這樣解釋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了解就是 交通部在1997年 就在研你要用這個ETC了 所以對這些國道收費員 很早他們就告訴他們 所以我剛剛一開場 我就跟院長報告的時候 一上來之後這些人 就是必須要離開這個工作崗位 所以當時就是 就是一年一併 那一年一併的話 依照行政院的約聘僱人員 如果說一年一併 依照現行的勞動基準法 你聯繫三年 就變成不定期企業公司 這是條文裡面寫得很清楚的 法院的依據不是沒有 只是當時大家一直認為說 他們是用人事費 來支付這一筆他們的薪水 所以他們是用約聘僱的 金融辦法裡面的條例 所以他們不是用勞基法 院長 如果你看待 今年元月份的農害 你馬上有提了一個 災害補救方法 難害的救災方法 你看待法農官場的工人 我們也成立了專案小組 部長也很清楚 我是會請說 院長 能不能成立在一個專案小組裡面 怎麼成交通部 其實我們民進黨黨團 也成了一個專案小組 這個專案小組也是課委員會 除了衛環委員會 除了衛環委員會 也包括交通 也包括 制衛環委員會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 相關的法令的規範 來協助幫助 這些國道的收費員 讓他們 不用再抗爭 剛才陳部長已經說 他們有一個關懷小組 如果關懷小組裡面 成員涵蓋度 不夠完整的話 我們可以請他再把它擴展一下 那這個關懷小組 達到剛才委員 希望的那個目的 那個對口 對口的一個窗口 我是希望說 剛剛院長特別提到 交通部來的 其實他有一個關懷小組 但是這個關懷小組 是不是有實際上關懷到 我們可以 以往的我們不再去 我們從現在開始 我們重新來針對這些國道收費員 我們重新來協助幫助他們 部長可不可以 我想這個最主要是 是涉及到勞計法的解釋 沒有關係 那我們可以再把勞動部也拉起來 既然我們在黨團裡面 可以洪花各委員會 那麼交通部院長 是不是可以折成交通部跟 勞動部 一起來協助這些國道的收費員 他們的後續 不管是安置或者年資的計算補償方式 是不是可以幫助 是不是可以答應 安置的部分 所以我們絕對可以 可以持續地來協助處理 剛才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這個關懷小組裡面 功能如果不夠完整 我們把它擴大 包括邀請 像勞動部的代表進來 都可以 都可以考慮 其實剛剛跟院長報告的時候 一開始交通部在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如果當下能夠詢問勞動部相關的法令的規範 這個案子 這些的勞工朋友 不會這兩年來 到處抗爭 也受到公權力的 包括移送法辦 包括他們違反交通罰則 如果院長同意 由部長跟交通部長 跟我們民進黨黨團的一個專案小組 作為一個對口的協商 來協助幫助這些的國道社會員 院長 你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幫助他們什麼樣的事情 包括安置跟年資的補償辦法 安置 剛才已經講過 年資補償辦法就是勞基法的解釋 跟政府裡面很多約聘僱人員 其實政府裡面的約聘僱人員 我們現在不用不去談 政府部門的所謂的約聘僱人員 我們現在是用一個專案小組的一個方式 來進行處理 我剛剛特別提到 院長 你對沿越分的一個寒流來襲的時候 你都可以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為什麼單單對這國道社會員 不能有一個專案小組來處理 其實政府裡面 任職很久 幾年幾十年的約聘僱人員 不在少數 所以我們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要很謹慎 我們一方面顧到這些收費員的權利 所以我才會跟院長報告說 我們是用另外一個專案小組的方式 來協助國道社會員 至於政府部門的約聘僱人員 未來要怎麼去做規劃 我相信新的政府 或者說現有的法案 包括之前全系部就有提出 對於約聘僱人員的禁用辦法來對 怎麼去做調整 我想這一部分的話 其實是後續 我們可以針對政府部門的約聘僱人員條例來對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完整的 對約聘僱人員的未來的工作權益上 怎麼樣來保障 或者說這些約聘僱人員 未來要不要納盡勞計法 都是勞中部未來可以進行處理 或者說勞中部這邊 跟人事行政局 一邊來做協商 來針對這個議題來說做一個解決 跟委員報告 人事行政總處在這個地方 有做過研究 而且特別要報告的一點是 剛才中委員所提的 就是用一個專案小組的部分 但是它可能會援引比照到其他的相關的機關去 這個為數是很高的 所以我包括 第二個 第二個 那個主管這個部分的法制 其實不在行政院 它是權序部所現在正在理定的 也就是中委員剛才所講的 想把這個東西法制化 就約聘僱的人事條例 那這個部分可能會有記 跟國長講 提的就是 約聘僱人員 政府部門的約聘僱 另外一個法制法 它有一個法制 另外一個法制法 但是對於國道社會員 我剛剛特別提到 從1977年開始 試問這二三十年來 他們在國道社會員 這二三十年來 他們不值得 給他們聽笑嗎 他們不值得 讓政府來照顧他們嗎 包委員 這個部分牽涉到一個 所以我剛剛特別提到 那約聘僱人員的另外 另外用約聘僱人員 信用辦法來 我們再另外做一個法案 法案的一個處理 那針對這個國道社會員 我們 用專案小組的方式 來做特別的一個處理 來做特別的一個處理 那這一部分 剛剛部長是說 除了安置之外 大概年次的問題 可能會卡到約聘僱 我想這不用扯到 約聘僱後面的 這麼多的約聘僱人員 未來他是不是適用勞計畫 未來他要怎麼去做 他的後續的工作權的一個 權益的一個保障 那這一部分 我特別拜託院長 是不是可以成立這個專案小組 這個專案小組 就是專門針對國道社會員 除了交通部之外 勞動部也一併來參與 那這樣我們黨團 也成立了一個小組 那互相來針對國道社會員 來做最後後續的一個 善意的一個處理 也給這些的國道社會員 最少最少 讓他們知道政府的一個善意 我想院長 你剛剛特別提到 剩下八十天的認識 人說功門好修行 我完全了解 但是 這個把關懷小組 擴大成員 納入該納入的人 這個我們會去做 但是 就是等於說 實質上跟您講的專案小組 是有點像的用意 但是 我們不太能夠把這些收費員 跟現在既有的約聘僱人員 切開處理 既有的約聘僱人員 也有年資跟這些收費員 一樣久的人 他們的辛苦程度 也不見得 比這些收費員差 可以 用專案的方式來做處理 用專案小組的方式來做處理 我跟委員能夠承諾就是說 人事總處 勞動部 交通部 我們會組成 把這個關懷小組 納入適當成員 來盡量的處理 但是真的 剛剛委員報告了好幾次 這個會有 現在政府裡面有 很多月 Wyoming 援引 這個非常複雜 重點是在於國道社會員 從1977年開始 我剛剛一直跟院長提到的 一個是有經濟性的 政府部門 跟國道社會員 其實 同樣都是 Augustը營公共場 其實 等他還是有他的差異性 這個在很多部會裡面 所以我這邊會特別拜託院長 是不是有一個專案的小組 特別來處理這些國造社會委員 小組的事情剛剛已經跟您說 是可以做的 但是怎麼樣能夠 謝謝院長 謝謝院長 也同意成立專案小組 好謝謝 接下來我想 部長你可以 我想針對 年假 年休假的問題 就是勞工 每週四十公尺的部分 我剛剛還是在強調 勞工值得更好 年休假 總公尺 或者每週四十公尺 那勞動部這邊的縮值 其實 我看從一月份到二月份 勞動部就發了三個新聞稿 就是針對 每週四十公尺的部分 這四十公尺 勞工部分說他少了七天 那勞動部是說 其實他賺到了六天 那彼此的計算的方式 是有所差異 也就是說 每週四十公尺 不代表 不代表 周修而入 部長你同不同意 這個委員所說的 確實是有些企業 他會用每天的工時來做調整 但是他基本上 跟勞工當初的訴求 就是要比照公務員 能夠享受一週四十小時 我們也是達成這個目標 部長 其實你看 勞動部的說法是說 法定的正常工時縮短四十小時後 就像你剛剛講的 勞工全年的休息率 將增加為十三天 其實 年總工時的減少一百零四小時 並不懂得休息率 因為你們是把一百零四小時 除以八 等於十三天 勞工朋友減少了這七天 多了這十三天 扣除掉還多了六天 所以勞工朋友佔了六天的休息率 對不對 我們是這樣算的 這個事實上也是如此 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就成如你講的 每週四十公尺 不代表他的休息日 週休二日 因為他可以把公時 他可以把今天一天八小時 他可能縮短成六個半小時 或者六個小時五十分鐘 他把中間的時間延長 他每星期 還是要上班六天 對不對 有部分的企業 因為他生產線的需要 他確實會做這樣的調整 不過大部分的都是會放兩天 這個我們有做初播的了解 不過不能說大部分 因為公務人員 他就明定的很清楚 公務人員就明定的 他每週有因休假兩日 那剛剛部長也特別提到 勞工朋友就是希望能夠比照公務人員 你講到一致性 是指十二天的一致性 但是並沒有因為公時的減少 而讓他的休息率增加 因為從議事路程來對 我也看到勞動部級的法案 也特別提到 但是沒有提到三十六條的修正 你只提到 加班的公時 要從四十六拉長到五十四 部長 你忘了你們在今年一月份 還特別報導 勞工朋友的加班時數平均 一個月不過十八小時 請問 部長 為什麼從四十六拉到五十四 平均的加班時數才十八 這跟委員報告 他這個產業的性特性的關係 有些產業的話 他接到一個大的訂單 他必須要密集的加班 那這個確實是在短期有需要 所以我們基本上 但是你們自己又發了一個公告 對於心臟疾病過勞時 如果每個月的加班時數 超過四十五小時 就有過勞的嫌疑 那你現在從四十六拉到五十四 那你不是為何柔剛作合器 這個超過過勞時的這個標準 有各種不同的研究 有的是說七十幾小時 也有說六十幾小時 大概沒有說 超過四十五就會過勞 所以你們自己在定義裡面 就把四十五小時定為 可能會引發心臟疾病這些 那四十五小時 以前內政部長也是因為心臟病 對不對 他拔山登山的時候 那你如果說每一個疾病都可能 因為他的工作型態不一樣 他可能要一百六十小時才過勞 那也不對啊 保全人員還是有保全人員的 工作時數的規範 八十四條之一 他規範的加班時數的 彈性變十公式 那也有規範啊 你們也有規範 做了一個行政指導原則 超過多少小時是不行 譬如保全 你們也定定不能超過 再怎麼樣的彈性八週變形公式 也不能超過七十六小時 對不對 但是保全人員還是有分啊 這個確實是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這種工作的這個型態 他的這個工作時數呢 確實是不一樣 那基於我們必須要對所有勞工 做一個一致性的規範呢 所以當然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致性的一個規定 但是不同行業別 他的那個認定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回到剛剛 部長跟部長特別提到 每週四十公尺 並不代表週休二日 也不代表你們所提到的 從原有的十九天 勞工原有的假日 從十九天 調整為十二天 少了七天 但是多了一天的五一勞動節 所以他們還是比公務人員多了一天這樣 但是你不能把那個相機的公尺部分 算為他的休息日 因為我剛剛也特別提到 有些的企業主 他可能用他的公尺的部分 有一天可能只上班六點六個小時 用這個方式來去應應你的每週四十公尺的部分 所以再回到剛剛我特別提到 你們為什麼不修三十六條 勞動基準法三十六條 每七天必有一天的立假日 為什麼不給他再規範 每七天必有一天的立假日 另一日為休息日 那這樣是不是比較符合 我們所謂的全年工時的下降也好 或者說讓勞工也有休息的一個機會 我想委員提這個 當初在討論的過程大家也考慮過 不過這個確實全世界沒有說規定 周休就是兩個立假日的 沒有全世界還沒有看到 所以那個是法條的修改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法條可以修 你沒有提 你偏偏提的是四十六小時 延長到五十四 講白了就是因為 減少了這個工時的部分 利用加班的時數 你如果加班 每個月加班八小時 你一個月還是加班了九十六個小時 增加九十六個小時 你九十六小時除以八 你勞工朋友還是要多上班了十二天 也是要計算十二天 所以你在三十六條裡面 配合三十九條的修法 你應該是一併去修正 而不是只有單單 提出四十 四十六小時的加班延長到五十四 那一陣子 謝謝中委員的質詢 謝謝中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 科委員建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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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